胡老师 你的梦想是做空乘 对 四川航空 3158633 收到请回答 成都在叫你 我前段时间刚看完这部中国机长 机长刘船舰 是吧 对 在这个半面挡风玻璃破了的情况下 带着所有的乘务人员和飞行员 把飞机安全降落 我记得那个 乘务长袁权扮演的那个角色 说过这么一段台词 他说所有的飞行员和乘务员 都经历过日复一日的训练 我们就是为了保证大家的安全 这就是我们存在于 这架飞机上的意义 如果说做空乘人员 是你们的梦想 我觉得这种梦想更多的意义 不简简单单的在于 很多人在表面上认为 能够飞上蓝天做空姐 是一份光鲜 时尚 高收入 而更多的梦想是 保证大家在飞机上的安全 如果说 乘务人员所有人的梦想 是因为能够保证 所有飞机上的人的安全 其实不做空乘 不做安全员 有很多选择 其实你要做 你也是做乘务人员和安全员 对不对 你可以做很多事情 你像里面的那个管制中心的人员 调度中心的人员 气象中心的人员 其实他们的存在的意义 也同样是保证这架飞机的安全 和所有乘务人员的安全 但是我所看到的是 你们所谓的梦想 还是希望那份光鲜的职业 否则的话 如果你那么坚定 你就不会想着说 如果我做不了 那我就去做模特 有太多岗位可以选择 你的梦想也没有那么坚决 虽然你腿不好了 你也有很多岗位可以选择 可以待在这个行业 如果那真是你们的梦想 所以我觉得你们的梦想 并没有那么坚决 我特别理解男生 男生一开始 一直以来 他的想法就是将来能够找 这么一份职业 不仅外表光鲜 同时还能跟你在一起 但突然之间脚步行了 这个打击还挺重 他会瞬间会觉得 我跟不上你的步伐 我似乎在我的职业生涯当中 第一个职位就已经废了 所以他的自信心 被打击得很厉害 所以我并不那么认为 他是完完全全就像待在青岛 是一个懦懦无能的人 这个打击对他来说有点重 所以既然我们的梦想 没有那么坚决 说一定要待在这个行业 就不要拿梦想来说事 其实就是很简单 好好谈恋爱 好好工作 如果说男生真的你很爱他 他要做空姐 我就去做地形 我就去其他的岗位 我们还一样可以在一块 因为虽然我不能飞上去 但我也是担心你 如果女生认为我也爱他 而且我的梦想也没有那么坚决 那我未必要去杭州的 他在青岛做老师 我可以在青岛找一份其他的工作 所以到头来 最关键的还是 你们到底有没有梦想 你们到底有多爱 你们到底最后想干什么 我觉得这三个问题 你们可以按重要性来拍过 据我的观察 梦想化掉 你们没有那么坚决 接下来您就是在这个舞台上考虑 我们到底有没有多么相爱 如果我们真的很相爱 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你们在一起 有太多的选择 但如果我们没有那么相爱 那就做我们想做的事情 你想去杭州做模特 你就去 他想留在那做老师 就做老师 长思以往下去 时间会证明 你们到底心里有没有对付 就这样 好 谢谢杜老师